走勒 請坐 大家請坐 剛剛有介紹到這個葛哈烏族 然後我們在介紹目前的葛哈烏魚 葛哈烏魚 在日本時代 有一位學者叫伊能嘉俊先生 他把他分類跟那個八仔 因為他的族語跟文化跟那個八仔 差不多接近50%相近 他們的理事長上一屆有過來 他們說接近差不多51%左右 會相近 然後把他歸類為同一組 可是我們從那個大甲抗親事件來看 其實他們兩個是對打的 對打的那個族群 不是同一個族的 族群除了說 那個語言文化相近之外 還有一個叫做族群意識 不是說族群意識的意思就是說 我要跟他同組 是我要我們互相都要互相認定 你像英國跟美國 他們的語言文化都很相近 那他們是同一個國家嗎 當然不是同一個國家 是兩個國家 那那個我們所謂的族群也是一樣 是族群意識 為最主體 不是說所謂的語言相近 就可以把它歸類同一組 這是不對的 但是當初那個 那個藝人家具現在日本時代的那個文獻 他們是把它歸類同一組 這是在我們目前的眼光去看是比較不符合時代 然後目前在那個愛蘭地區 他們目前還有使用那個 這是八宅語言 這不對啊 是那個隔哈屋語 我們隔哈屋語目前都還有留存 那是那個目前那個全世界18個 那個平臨那個滅絕的一個語言 目前他們也是在恢復中 他們也是在恢復中 然後隔哈屋族他們的那個祭典有收穫祭 跟祖靈祭他們也是拜祖先的 然後他們那個 那個 那個 他們隔哈屋族過年叫做 那個姓潘的過年 姓潘的過年 為什麼他們姓潘 那個姓潘 其實我們台灣姓潘的 跟那個中國那邊姓潘的是不一樣的 當初他們是方便管理 來這邊的那些外來民族 像中國 像那個日本 為了要方便管理 就把我們所謂的熟番 就寫成在水邊的番 所以叫做 潘的姓潘 其實我們台灣姓潘的 跟他們中國姓潘 是一點關係都沒有 那大部分都是平埔族 然後這邊 他們有一些 有一些祭典 我這邊另外有跟大家介紹一個叫做 釣大魚 為什麼叫釣大魚 釣大魚就是像釣大魚而已 小隻魚都把他放一趟 這是那個 我們那個平埔族 他不吃那個小魚 其實更早之前 我們不吃小魚的 不是夠大了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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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夠大了 然後那個魚夠大 然後可以 那個成熟了之後 我們才會去吃 那小魚的話 我們會把他放走 這個釣大魚 這個 這個祭典 他是一個環保意識 他把小魚放回去 放回去的時候 不是就把他丟回去 還祝福他們子孫 那個越多越好 越多越好的話 我們人才能夠吃 所以他是一個環保意識 在這邊介紹一下八宅族 剛跟各位介紹過 八宅族他是跟那個葛哈烏 是當初那個大甲西式抗青事件的時候 是對打的 他是被那個清帝國所煽動 然後那個由他們出面先打一次那個大肚王國 打完之後他們那個清帝國再來收尾 他們撿那個獅子挑軟的吃 他們打完之後 大家都沒有力氣了 再來一起 那八宅族站在清帝國那邊 出賣的 當初是出賣的 我用這個詞是比較嚴重一點 他當初是出賣了整個平埔的族群 那他有沒有撈到什麼好處 沒有 他們到現在也是一樣 他們一樣是被人在追著跑 走到哪裡 那個地方要開發 那政府就把他強制徵收 就把他趕走 一直都是這樣子 一直都是這樣子 那有一個叫做割水換 那個割地換水 就是用地權換水權的意思 那是當初的那個八宅族 因為八宅族的人 他們也是蠻善戰的 比較善戰 可是他們的一些思考邏輯 就不是會想的那麼周全 他們用那個土地跟漢人 交換那個灌溉用水 灌溉用水是天使給我們的 那是當初我們的想法是 那個是天使給我們的一些水 水源 在那個不管是雲祖民 或者是雲祖民 那都是上天使給我們的 一個生活的必需品 那漢人就去跑 他們沒有土地 就跑去那個水的上游那邊 做一個水閘門 然後把水擋起來 擋起來之後 沒有灌溉用水怎麼辦 那就好啊 你們要水的話很簡單嘛對不對 畫一些土地來給我用 他們拿水來跟我們換土地 水是自然的東西 來跟我們換這個東西 所以他們就這樣子 一直在侵略我們 我們一直以來都是這樣子 因為平埔主愛要和平 有分享的習性 對外來者不排斥 而且過度熱情 這是到目前台灣人目前還有 還有一點點這種習性在 財產權的思想薄弱 常常被欺騙 一直以來出賣台灣人 就是台灣人自己 那道卡司祖 那個他們也得了一些祭典 也有豐年祭 祭祖 還有一個祈禦祭 道卡司祖是在苗栗那個附近 目前的政治人物就是那個去年 去年那個大埔事件的那個 那個劉正宏縣長 他也是道卡司祖的那個族人 在巴布莎族 巴布莎族 我們又稱為那個貓巫宿主 貓巫宿 那個他們當初是住在那個 那個虎白人 虎白人 我用那個 我用他的音下去 如果用華語去念這個詞 覺得蠻饒口的 叫做虎白人 虎白人的地方是 在那個大渡溪以南 跟佐水基之間的那個海岸的區域 那當初在那個荷蘭時代 有一個傳教師 有編寫 哈布莎的那個方言的那個詞典 阿龜倫祖是我們目前在桃園這個附近 就是我們目前這邊 就是桃園龜山鄉這個地方 以前叫做有一個族群叫做龜倫祖 不是說這個附近有一個很像烏龜的山 不是喔那是龜倫祖的地方 在雷朗祖是在那個新北市 那個三峽一帶 那這個族群也是已經都 都被併到那個凱達格蘭的 那個大大群族裡面 因為越熱鬧的地方 越值錢的土地 我們拼埔族人都會被驅趕 還有一個巴塞族 巴塞族 那目前他也是已經被併進去 都被併進去那個格馬蘭那邊 那跟格馬蘭那邊 是因為可能是通溫的關係 然後因為當初也沒有留下任務 說有什麼打仗的事情 是沒有啦 不過可能是因為通溫的關係 所以他巴塞族 就直接併到那個格馬蘭那邊去了 那個平埔族 大部分都是那個母系社會 這邊再另外再特別介紹一下 再來凱達格蘭族 凱達格蘭族這邊 剛剛有講 那巴塞族雷朗族 那全部都算是凱達格蘭族 那跟那個漢物化比較差異 比較多的地方 就是那個我們是母系社會 他們是父系社會 我們母系社會是男生 是要招罪進來我們那個女方家 不是嫁去男生家 是那個如果有女生的話 是招罪進來的 然後財產也是給那個女生 不給男生的 我這邊另外再特別要介紹一下 台灣人的祖先 沒有來自唐山的男人 也沒有來自唐山的女人 那個台灣話有一句俗語叫做 只有當初的移民沒有攜帶女眷 只有那個 我們的血液裡面只有唐山公的血液 沒有那個唐山罵的這個血液 這不對喔 其實唐山公 他其實從來沒有在我們的血液裡面 也沒有存在喔 這邊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句話的真正的用意是 台灣人根本沒有混到那個 中國人喔 知那人的血液喔 台灣人不要任賊作夫喔 豎典旺族喔 自己平譜 自己的平譜男性族喔 不要忘記我們平譜男性族啦 然後我這邊喔 稍微跟大家那個 我們大家做一下研究喔 中國古代喔 階級分明喔 少量的來台灣管理的官員 都會自行攜帶那個眷屬女眷喔 然後他們講究的是門當戶對 而且他們知那人比較碰空啦 比較碰空啦 他們怎麼可能讓把他們的那個 兒子女兒嫁給嫁到我們平譜族 族人的家裡面呢 這是不太可能的啦 還有其他的隨行的這些管理過來的一些 隨行這些那個兵啦 過來台灣的兵喔 跟那個盜賊是沒有兩樣喔 我後面會跟大家介紹 這是不只是我個人的那個想法啦 可是當然後面還有更多的文獻可以證明啦 中國有一句話叫做好男不當兵 好鐵不打釘 他們好的一些靠錢的人喔 有比較有錢的人他們不會去當兵 會去當兵喔 跟著那個清朝的官員來那個管理台灣的 都是一些土匪嘛 在家鄉混不下去的 都是那些人喔 然後他們過來這邊喔 因為他們的那個他們的 我們本身的那個那個抗云 跟他們的抗云不太一樣 然後他們來這邊有時候可能就是 生一些那個瘧疾啦 或者是那個一些熱病喔 他們就受不了了 常常生病啦 然後在台灣被解植之後 就會變成那個那個會跟那個 那個那個來台灣的盜賊啦 海盜啦 海盜啦 有些海盜啦 那時候是有一些海盜沒有錯啦 那些乞丐為伍 變成羅漢咖啊 鄉山港其實就是羅漢咖啊 他們就是很多就是被解植的一些兵 他們在中國大陸那邊混不下去 然後跑來台灣 然後生病了又被解植 然後就只好跟那些人在一起喔 後面有一些文獻可以做一些著症喔 這是這照片是一個網友提供的啦 我們這邊是寫說 唐山公不是陶人的祖宗啦 這邊有一個更早的一個 在那個那個打狗喔 這是那個高雄齊山那個地方喔 有一塊那個那個清朝 那個時代的管理的一個叫做奉獻喔 有一個那個碑文喔 這邊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喔 他們那個羅漢咖的那個 他們的一些生活型態喔 我這邊會跟 這個這是他的那個外貌喔 這是他的照片喔 有些斑斑勃勃 可是我們有把一些他的文字喔 都有把它抽入下來喔 給大家看一下 我這邊稍微讓大家知道一下喔 乾隆四十四年喔 這是乾隆時代的碑文喔 然後那個 蒙甫獻萬幸牌內開喔 然後這邊就是寫一些喔 有一些人喔 他們就是說喔 他們這些人去告狀的啦 告說喔 有一些那個 欸 告狀的人我大約念一下好了啦 那個 林崇黛 陳大官 陳德貞 有兩個人 有一個名字 他已經斑駁掉了 然後 陳士文啦 黃群生啦 他們是聯名啦 聯名去告那個官府啦 說喔 那個最近喔 有一個叫做羅漢卡的那個 那個 一些一些不法的一些賭徒啦 一些那個 只 只會 不失生產的一些人啦 然後 成群結隊啦 稱那個日圍流蓋 夜行蜀怯 晚上當當小偷啦 深 深窮寄生啊 彌不所為喔 木葉之間 將 病庇的蓋絲喔 把那個 他的同伴喔 死掉的一些屍體喔 把人家丟在人家的大門口啦 這是很大的忌諱啦 然後 丟在大門口 要幹嘛你知道嗎 他們就是 像那個大戶人家要錢 就是跟他討錢 就是啊 我的同伴死掉 沒有錢可以埋葬 那那那 可不可以施捨一下錢喔 過來 讓我們 把他引渡 或者是把他埋葬掉 啊四處 扛著那個死屍喔 那個那個死屍喔 然後 然後整個村 村子那 專找有錢人了 四處去跟他敲詐 啊拿著死屍 然後一張過一張這樣 啊放到那個屍體 全部都腐爛掉 他們也不在意啦 這就是羅漢卡哈的行為 在台灣的行為 這是一個悲穩 這悲穩是那個 官府立的喔 不是民間立的喔 再我們介紹一下那個 那個原住民的文化喔 我這邊要介紹一下喔 歷史上喔 特別是在明代之前喔 沒有高山族這個名稱 高山族這個名稱是那個 那個後來那個 才來跟我們分的 那為什麼要這麼分呢 就是要跟平埔族的人 做一個區隔 區隔之後喔 兩個人再製造他們的矛盾 就可以對打 所謂的以儀制儀啊 對他們中國來講 叫做以儀制儀 然後 原民族的來源是多元性的喔 主要是靠近中國的東南方 喔這個文獻喔 有很多陷阱喔 他當初是把靠近拿掉 他上面是寫說 更 那當初我找到文獻是 主要是來自中國東南方 那如果是中國東南方的話 那就是你直接寫審分就好了 他又不敢寫審分 後來考究出來喔 不是中國的東南方 是靠近中國的東南方喔 就是在那個古越 越南遼國那一帶 那那個地方是從來都不是 那個中國的土地喔 他們也是 在這個 在這個文獅上喔 稍微動一下手腳喔 把那靠近人家拿掉喔 然後這邊喔 我們那個 那個有一部分的那個 那個 那個原祖民喔 他在1945年 蔣介石代管台灣的時代喔 那個228事件之後啦 然後被那個南京鎮 那時候是還沒有流亡喔 我現在我這邊是跟他寫流亡政府 那當初是叫做 那個中華民國南京政權喔 違法徵兵喔 那差不多2萬個 2萬人喔 被迫參與那個國共內戰 這是有的啦 這事情是有的啦 所以目前在那個1990年的時候 那時候 有做一個人口普查喔 留在那個 那個中國那個地方的人喔 還有2909個人 還在那個地方 當初是2萬人過去的喔 那被迫參與國共內戰 這是很不應該的啦 因為我們當初 在1945年的時候 是那個戰敗國嘛 台灣是戰敗國 然後他來這邊 竟然把戰敗國的那個人民喔 那個徵兵喔 這是違反國際戰爭法的喔 然後我們那個原祖民喔 跟原祖民喔 他們有一個共通的一個特性喔 就是我們沒有自己的文字喔 我們有口述的歷史 有口述的文化 可是就是沒有文字 我當初是沒有文字的 然後我這邊稍微介紹一下喔 那個 有一些很多的禁忌啦 因為時間的關係喔 我這邊稍微帶過去啦 那我這個這些資料喔 我會那個 會寄給那個各位喔 那個在關 那個我們的官方網站 那邊也會 會PO在上面喔 那請歡迎大家 那個有時間的去看一下 他們更細部的一些資料喔 這是我現在介紹就比較 目前啊 目前啊 我去找到了一些那個 那個族群喔 布農族喔 他們是在那個 那個 海拔1500公尺以上的高山上面喔 目前的人口大約是5萬多人 然後布農族是那個原祖民當中喔 人口移動幅度最大的 他們的分布是最 算是蠻大的 在布農族有分六個群啊 目前是在居住在南投一帶啊 分別是卓色群 郡色群 卡色群 單色群 那個藍色群 還有一個已經被銅化的藍色群 那已經被那藍色所 所銅化去的 然後祭典喔 有小米祭 有那個除草祭 有收穫祭 有色耳祭 入倉祭 所以那個他們也都是有很多的祭典 然後布農族他們都 他們是看月亮的盈虧 來決定說那個要不要種 種那個一些東西 他們是那個會種植一些 那個農作物的一些民族 那個滿月的時候適合收割 那舉行那個收穫祭 有月亮的那個圓滿 來象徵人的圓滿 跟小米的豐收 以月缺來表示說 那個去除不好的事物 他們會在月缺的時候 會去做一些祭典 把那個不好的事情 把它讓那個月亮順便帶走這樣子 那布農族這邊要稍微那個介紹一下 就是他們有一個叫做 那個和音 那個和音的唱法 在1952年的時候 日本的音樂學者黑澤隆朗 他把布農族的祈禱小米豐收歌 交寄給那個聯合國的文教舞組織上面發表 然後他們因為這個布農族這個 那個所謂的那個和音 他們和音唱法 那個已經有有那個泛音 然後把那個當初一開始的那個音樂起源說 那個沒有推翻 是把它那個稍微重新審視他的那個論點 有點問題 當初有一個叫做音樂起源說 把他這個那個這一首那個祈禱小米豐收歌 是用多部和聲下去唱法 然後聲音由低慢慢的往上升 升到最高音的音域的時候 用美妙的那個和聲 愉悅天神 然後同時也用這個來判斷當年的小米的收成 其實我們沒有所謂的八部和聲 其實只有四部 然後因為我們四部 因為他的這個唱法 引起那個泛音共鳴之後 會變成有一個叫做五度泛音的那個現象跑出來 我們那個耳朵明睿的人 他會聽到五度泛音 那在那個聲譜分析裡面可以看到八部的效果 其實沒有八部 他是用那個五度泛音下去做做那個震盪 然後把那個四部和音把它給分成八部 把它給拆開 這是那個國際的那個音樂的瑰寶 再介紹一下排灣族 排灣族他有分 他是目前是那個 台灣第二大的原祖民族 他是貴族制的 平埔族 剛剛有介紹平埔族很多的一些語言習慣 通通都研製那個排灣族 當然可以想像出來說 那個因為這個文獻都已經不見了 那更早之前排灣族是很強盛的一個民族 那目前那個排灣族有分北排灣 北排灣跟南排灣跟東排灣 我這邊要特別介紹一下南排灣 南排灣他是在歷史上赫赫有名 曾經用那個原始的武力 戰勝美國的文明海軍 然後跟日本之間還發生了牡丹社事件 然後我們現在目前民政府在界定那個所謂的台灣 台灣的主權在跟那個所謂的那個清帝國時代的一些切割 我們都用我們都會舉這兩個例子 第一個就是那個羅法號的事件 羅法號的事件 後來就定了一個 這是美國打敗 那個美國被那個排灣族打敗 美國海軍被文明海軍 他們用文明的武器 被傳統的武器打敗 這個稍微介紹一下好了 那個等一下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稍微簡單講一下 有一艘船是叫做羅法號 羅法號在清帝國管理台灣西半部的時候 那有一艘沉船就沉在那個南排灣那個 鵝鵪比外海那個地方 然後沉船之後 那南排灣的族人以為他是海盜 因為當初那個時候有很多的那西班牙的海盜 會來上岸來搶東西 所以他們看到那些金把藍眼睛 都以為他們是西班牙人 就把他們打死了 後來這個事情就造成美國 直接對那個清帝國 他們那邊去做一個抗議的動作 那要求清帝國出面處理 清帝國的官員就說 那個地方叫做深藩地 不是屬於畫外之地 非王法所及 不是他管的 他沒有辦法管那個地方 所以我們可以很清楚 由這個是國際事件 可以很清楚知道說 當初我們台灣 就只有西半部 那個屯肯去的地方 是歸那個清帝國那邊所管理 不叫統治叫做管理 那在東半部這邊 甚至鵝鵝鵪比那邊 是由那個排灣族這邊 後來因為這個事件 這事件後來我稍微介紹一下他的戰史 為什麼文明海軍會打出那個排灣族 因為當初那個交涉失敗之後 美國那個清帝國他說 你們美國如果要怎麼樣子處理這件事情 你們就自己去處理 我們不干涉 後來美國就派了文明的海軍 那文明的海軍有多強盛 我介紹一下 那個更早之前應該有一部戲叫做 班本龍馬 班本龍馬看到那黑船事件 看到黑船是嚇得整個人都摔在地上 然後把手上的五四刀 全部都拔起來拿去丟掉 這個沒有效了 這怎麼跟人家打 我這個五四刀沒有辦法對抗那個黑船 那個太先進的東西我們沒有辦法去 好像看到外星人 可以這麼形容 那後來他們美國的海軍就開過來 帶著那個毛色步槍 帶著他那個文明的武器開過來 然後看到現在要對那個 我們那個南排灣的那個南排灣族群宣戰了 結果他看到後來發現有已經有出現了 我們南排灣的人已經在那邊等著他了 結果他們發現不太對 他們怎麼手上拿的是弓箭 怎麼拿的是那個削尖的竹子 怎麼拿的是石頭 他這樣子打的話是不行 這是不對稱戰爭 美國人打仗是很有水準 美國我們可以看他們西部片 他們兩個人要對決的時候 你沒有槍我丟一把槍給你 然後我們各走十步 然後往後面互相開槍 你沒有槍我拿槍給你 這樣才叫做對決 那怎麼可以拿文明武器去打人家的那個 那個原始武器 他們美國人不幹這種事情 美國人沒有那麼丟臉 後來他們就想說好吧 那我們再看一下他們有沒有那個 那個文明武器躲在後面 他們就派了副艦長 副艦長就搭了小船 就跑到比較接近那個南排灣的人的地方 然後就拿了單筒萬元去看 那看了結果呢 結果全部都是原始武器 都是一些弓箭那些東西 結果他在看的當中被那個 排灣組的勇士一箭 扒了一箭射中他的眼睛 然後他就瞎了一隻眼睛 然後他敢不敢打 不敢打 為什麼 因為他拿的是無言死武器 叫我們打個衰 打個衰 所以這一個 當初會打贏那個美國文明海軍 就是因為這樣 這表示說美國他們在打仗 也是很有 按照國際法 不會去做那個 所謂的那個非對稱而已 不對稱的那個決鬥 他們不會去做這種事情 然後再來的那個牡丹社的抗親事件 就是後來 因為他們訂了一個叫做 我直接挑過來好了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把這個資料會寄給大家 這是南甲之盟 所以我剛剛所講的 所以他們訂了一個叫做南甲之盟 在那個鵝鵨比那個地方 而鵝鵨比那個地方後來 建了一個燈塔 那個燈塔是美國花錢 跟誰買 跟南台灣買 不是跟青帝國買 是跟南台灣買土地 然後在那個地方蓋燈塔 因為 一開始的原因 就是因為羅發號 他在那個地方 沒有燈塔的那個指示 所以他觸焦了 所以美國人就是 針對事情在處理的 所以在那個地方 跟南排灣的主人買了 鵝鑾筆燈塔那個土地 然後上面有記載一些文件啊 就是說那個要求外國人沒有事情 不可以上岸 因為他打贏他可以講話 所以這個有記載下來 他打贏我們排灣主人打贏 因為他有真的有攻擊的行為 他也輸了他們也走了 所以海難登陸的人也必須要舉轟起危 否則格煞勿論 目前這一個東西 他的文件是在美國國會圖書館跟屏東序 然後有一個傳說是在大英國 大英博物館那邊也有 這個我是不是很清楚 然後這邊是有記載 我這邊有記載說 當初南甲之盟在訂的時候 美方派的領事是李讓李 然後南排灣的代表是18四 一共18四 他是一個聯軍 是酌起毒 當初排灣族 就可以成功的獨立出來進國 因為他已經盯了國際事件 美國已經承認他是國家了 然後到了1871年的時候 那牡丹社排灣族 牡丹社在牡丹社的排灣族 因為那個觸礁 這個牡丹社事件 這次是對琉球 琉球的漁民也是在那個地方觸礁 琉球那時候是日本的附屬國 然後他們的漁民因為沒有舉紅旗 又被傷害了 又被打了 然後日本也向滿清抗議 滿清的有一個大臣 這個是文件上有記載的 那個毛場稀 他是這麼講的 聲番祭我話外 法語不法貴國制裁之 這是正式文件 這是正式文件 那是當初回給日本的一個文件 他是這麼寫的 後來就是說 好吧你們既然清帝國你不負責 那我就出兵去打 因為他要保護他的附屬國 後來就導致一個叫做牡丹社事件 這邊有記載 那個清廷認為該處聲番區 非清朝之領土 叫他們上面寫的文字叫做台地聲番 血處柔居 不利版圖 為王話所不及 所以他們不管 再來我簡單介紹一下 那個 最最那個 有一些那個從1895年馬關條約 就是日本人那個跟那個中國那邊 因為那個韓國韓國的東學黨事件 造成的一個甲午戰爭之後 把台灣那個白紙黑字割讓給日本之後 到那個當初是1915年希臺安的事件 希臺安是最後一次的那個抵抗 台灣人最後一次抵抗的事件 這一共前前後後一共20年的事件 日本從馬關條約的時候接收台灣 整整跟台灣人 不管是那個我們那個平埔啦 或者是那個那個那個原住民他們 或者是說已經在這個地方生存的 有一些那個所謂的一些移民 中國的移民 整整打了20年 然後這個期間 台灣本土台灣人 完全都沒有來自任何中國 那個支那 我這邊寫的字眼是支那 或者是外國勢力的幫助 都沒有台灣人都沒有被人家幫助過 然後日本為了要整個完整的下去治理台灣 一共打了20年時間 那台灣人拿什麼武器 還是傳統武器 然後這個其中 有一個叫做抗日三盟 有一個撿大師 那個晚一點的話 那個我們那個郭牧師 我們那個郭教授會跟大家介紹一下 抗日三盟 那個其中有一個叫撿大師的 他在抗日的時候跑到那個福建 那個中國應該給他政治庇護啊 因為他打的其實是抗日 為什麼抗日 是為清而抗日 他是以為他是那個 他是中國人 我是為中國人在抵抗日本 結果呢 中國沒有提供任何政治庇護 還把還被那個清朝的官員送回台灣 交由日本人處死 這個都是我們那個在歷史上 大家自己都可以去印證 我這邊要特別跟大家講 從這個時候開始 我們本土台灣人跟中國人的情感 就應該完全斷絕 我們台灣人居然為了清帝國在抗日 結果就算失敗了 跑回到清帝國去 你要提供政治庇護 這是最基本的 結果他們把他趕回來 後來日本人 因為打了20年的仗 後來日本人覺得 本土台灣人 跟那支那人 跟那中國人是不一樣的 因為本土台灣人 他非常的強韌 而且刻苦耐勞 他的特性比日本人還要好 所以從那個 1915年西來安事件之後 他改變對台政策 他覺得台灣人真的是很好 真的很勇敢 他們日本人是崇尚武士道精神 那台灣人的強韌更勝於他們的武士道精神 所以他們為了要改良日本的血統 他們希望說要跟台灣人 完鞋變成鞋 既然就已經打 你如果不再打 不然我們大家和平共處 我的小孩去 討你的小孩最好嫁 所以他後來就派了很多的貴族 跟我們各族的原住民 他們的頭目 頭目的孩子才有 因為貴族也不多 然後就專門找那些貴族 下去做通婚的動作 他們我們那個日本人的那個貴族 有跟我們台灣的那個原住民 原住民當然也是貴族 有通婚過 然後最近就是那個年初的時候 有一個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有一個官員用這個歷史 像媒體表達原住民很多都是 我不講這個字 他在侮辱我們是這個 這個在他們中國的那個字 這兩個字是有歧視的意味 後來被人家趕下台 這個也是這個由來 他講的沒有錯 可是他講的這個用詞用語 真的是侮辱人 人家日本人是覺得說 跟你們打了20年的仗 你用軍頭部跟我對抗 我的那個文化的武器 你有辦法這樣給我打20年 我打20年還花多少 那裡做 花了多少的 不好意思 我不小心又在講 講那個台語 我忘記說 有那個我聽不懂 他們覺得說我們真的是很強 沒有任何人在幫助我們 我們拿的都是一些農用的用具 或者是一些消煎的廚師 在跟他們日本人在打抗 這樣他們居然能夠跟我們台灣打20年 我們台灣人居然可以跟他們日本抵抗20年 那不是說我們台灣人比他們更好嗎 那個主要是意志 那意志是很重要的 由這個他講這兩個字 也可以知道說 這個目前這個在管理我們的這個政權 那長期以來對原主民的態度 他把他們認為就是這兩個字 但我不想講這兩個字 然後我實驗問題 我大約簡略的介紹一下馬關條約 馬關條約 這是那個他當初的原文 他這邊有寫 第一條就寫說大清帝國皇帝陛下 跟大日本帝國皇帝陛下定下的合約 這不是政府跟政府定 這是皇帝跟皇帝定 不是內閣總理跟內閣總理定 他們那邊當初是帝制 那個日本也是帝制 所以馬關條約是皇帝跟皇帝定的 那我們舊金山合約是什麼 是誰去定的 日本人是派誰去定的 是日本政府 不是日本天王去定的 日本政府是日本天王的管理者而已 所以我們現在在講說 那個舊金山合約他那邊講的所謂的 那個他的割讓 是不完整的割讓 因為他不能代表地主去直接把他割讓 因為他手上只有管理權 他只有管理權而已 這第二款這邊有一些 中國將下開管理的地方權 還有地方所有的堡壘軍器工廠 還有一些的工物件 永遠讓與日本 這我一字不改 就這樣子把他騰下來 永遠讓與日本 這是很清楚的白紙黑字 時間的關係我弄快一點 這邊我就不再介紹 再來就是旅宋島戰役 這是我們台灣人第二次 台灣人協助日本 第二次跟美國打仗 也是打勝戰 當初旅宋島戰役的時候 旅宋島戰役是當初是 美國麥克拉斯爾在菲律賓那邊部署了 13萬5千名的士兵在那地方 還有227架的飛機 然後後來 那個地方可以說是通牆鐵壁的地方 那柯拉克基地是非常的堅固 勞不可破 然後他們的後方 有一大片的那個原始森林 那根本是沒有人可以走進去的 日本人用了我們的所謂的高砂義勇軍 就是我們那個混編的各族混編 台灣人混編的 我們打著赤腳拿著翻刀 然後進去那個原始森 幫那個日本人就可以開路 開進去 那柯拉克基地後來是被那個高砂義勇軍 他帶著日本人所殲滅 一共死了多少人 我是不知道詳細數字 可是他 我知道他們在我們那個西部的這個地方 死了接近45萬人左右 接近45萬人左右 然後在這個菲律賓的這個旅宋島戰役 就死了差不多十幾萬人 這是我做了一個簡報 他當初那個2004年的時候 有一個高砂國 那個地方是那個 那個日本人在16世紀的時候 就用那個高砂族在稱呼那個 那個台灣西南沿岸的居民 這裡面有很多的阿美族人 台灣族人 平埔族人 通通都有 當初有去做這個這個這個的那個 那個建設 那是那個2004年是陳水扁他要當選 他競選第二任的那個總統的 的時候啦 那他們在那陳水扁在2004年的時候 他是那個6月16號是去派的很多的那個 那個重機械區把這個高砂國拆除 為什麼要把它拆除 為什麼那個高砂族人他會不滿 最主要就是說 因為當初陳水扁他白紙黑字 跟人家簽了所謂的親密夥伴條約 簽了條約之後說要讓高砂國可以在 然後那個我們那個大寮那個地方 成為國中之國 我們那個地方可以做一個原住民自治區 我們的原住民自治區 結果他後來當選總統之後 還是派了很多的重機械去把他給拆毀掉 那邊有200多戶的那個 那個270多戶的那個 他們叫做尾建 那是每一個每一戶的尾建 都是我們的那個主人的那個房子 然後最近的蔡英文 也有承諾說當選之後 要向原住民道歉 道歉真的很難 要當選後才有辦法去道歉 這是覺得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因為當初去拆毀那個高砂國的民住民的地方的 陳水扁也是中華民國的總統 也是民進黨的黨主席 那他目前也是民進黨的黨主席 那他現在沒有辦法直接 直接道歉 他必須要當選之後才能道歉 這個我不要再做一下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把最近的事情 跟大家稍微做一下介紹 這個資料有空的時候我會寄給大家 這邊有很多都是被侵略 都被原住民都被驅趕 那這是最近的事情而已 山英部落 那個 我這邊要特別跟大家強調 我們失去土地的之後的原住民 必須要被迫 遷移到別人的文化領域 被迫使用別人的語言 被迫按照別人的作息方式 被迫忘記自己的節日 我們要慶祝別人的節日 被迫成為社會的邊緣人 因為我們在別人的社會裡面 什麼都不是 這是我們台灣的 台灣真正的血脈 這是台灣的真正主人 目前是遇到這種狀況 這是最近西拉雅的事情 西拉雅的事情 他們是有一個正名運動 他其實還有一個 就是正名運動是 我們那個 西拉雅的平埔組原住民 他們去控告那個圓民會 說你們不承認我們是原住民 這個是另外一個中興大學 他去控告西拉雅的人 說你不是原住民 你居然竊佔國土 你在那地方生存 他們這個事情後來 因為我們民政府有介入 從6月29號 他們賴清德目前現任的市長 賴清德他有開一個協調會 他找了中興大學校長 還有西拉雅的那個 那個文化協會的理事長 萬俗堅小姐 還有找了領館處 找了國產局 那個國有財產局 大家做一個共同的一個 一個所謂的一個協商 就是雖然那個中興大學 他已經告贏了 可是他不要執行 6月29號的時候 大家都已經決定不要執行 我們那邊都有照片 他們都有簽字 可是7月15號的時候 法院寄了一個叫做執行令來 已經協商好了 那個 那個 台南市的市長 賴清德他已經 已經說他6月29號都已經協商好 7月15號的時候 法院寄了一張執行令來 這是 這就是執行令 這邊有寫 很清楚的 這是那個 那個他的司法官 這是他司法官的姓名 我不要念出他的名字 因為這個在轉播 然後 這邊有寫 他8月26號要來拆 然後他通知了很多人 那個水公司 電力公司 一些機構 包括環保局 包括一些那個車輛 過來全部把它拆掉 後來我們在他6月29號 那個協商 然後7月15號失敗 那我們知道他失敗的時候 我們7月16號就去他們的 那個要拆的這一戶 就去把它插上我們美國國旗 還有美國軍事占領旗 這個就是那個 這就是9號的住戶 這王基甫王先 然後這個是我們當初去插的一個旗子 這兩根旗子是我的 到現在還在 我家裡面沒半根 我是個人捐出去的 然後 那個7月16號插完旗子之後 後來我們又發現 發現一件事情 中興大學的校長 蕭介夫他告贏了 他應該是告贏了 對不對 因為他的法院都要執行了 對不對 結果他在7月21號的時候卸任 這個 這是那個 不是我自己寫 這就是那個 那個新聞上面都有寫到 這是他們的那個 那個一些 那個記者是劉文貞 這個記者應該是可以講 沒有關係 蕭介夫在7月21號卸任 然後為了這件事情 他們找 重新找中興大學校長 是在8月1號的時候才找到 整整 一共 從之間一共找了10天 沒有人敢來做這個位置 為什麼 因為 民政府在那個要被拆遷的地方 插上 美國國旗跟美國軍事戰領旗 找10天找不到 沒有人敢來當這個校長 校長是大家搶著要的一個好缺 對不對 對不對 又有社會名望 又有 又有很多的一些 一些處分權 對不對 結果沒有人敢來當 後來找了 到8月1號才找到一個 李財德理校長來當 李財德理校長 對對對 他很同學 找了10天 終於找到一個勇者 敢來面對臺灣民政府 我這邊要再介紹一下 在那個希拉爾案 他們是那個 其實我們在6月份的時候 就在呼應他 因為那時候就知道說他們 已經輸掉了 可是後來他們6、29號 有一個執行令 有一個協調會 後來想說協調會 應該會成功會擋下來 結果7月15號 沒擋下來 我們民政府原本 原來只是不想 原來其實不想去插旗子 不想去惹事情 因為我們組織 到現在還在組織當中 不想去惹事情 後來看到7月16號 看到消息說 他寄出公文來了 那我們不去試試看也不行 那我們手上有什麼東西 什麼都沒有 就只有兩根旗子 只有兩根旗子 什麼都沒有 還有照相機 那我們就是把它插上旗子 然後準備照相機 就看著美國國旗 看他怎麼拆 結果他不敢拆了 我這邊有寫 當初我是這個是給我們清楚 侵略台灣原住民傳統領域 那個台灣民政府 將要按照戰爭法侵略罪論處 那流亡的中華民國政府 如果敢插著USMG 就是我們那個美國軍事政府 跟那個USA的旗子的民宰 等於對美宣戰 你把他聽到 我當作對美宣戰 幫你處理 我現在沒辦法處理 不過我有手機 我們除了相機 我們還有很想要說 看到很公益的事情出來 的那個心 所以我們準備了相機 準備了旗子 那就歡迎他來拆 結果他不敢拆 這很奇怪的事情 這從來沒有發生過的 這就是那個9號的住戶 這是這是後半段 後半段那個上面是養鴿子 養鴿子的地方 這邊是養了一些雞 然後這邊是他們前院的地方 那這幾號整戶的9號都要把人家拆掉 那當初我們就是把它插旗子 插45度代表說好當作你來 好當作你來我們按照那個戰場規則 我插45度起的時候 後來最後一來我向你宣戰 結果他不敢來 我這邊跟大家分享一下 由於台灣民政府的積極介入 還有美國相關單位的協助 那中華民國流氓政府 的執行命令正式失效 為什麼正式失效 為什麼敢寫正式失效 因為他有一張文件撤銷命令來 等一下給大家看一下 同樣一個人發的 然後我們用這個插旗的動作 可以再次證明 美國目前的台澎地區的佔領權 凌駕於中華民國流氓政權的代管權之上 如果他沒有凌駕他可以拆啊 對不對他不敢拆 為什麼他不敢拆 他有管理權我們不能否認 中華民國是真正是有管理權的 可是他遇到美國的所謂的佔領權的話 是誰比較大 那當然是委託者 美國比較大 對不對 那目前 中華民國流氓政府的法令 只需要兩根旗子就把他 就把他 就讓他失效 不要 不要講的太過分 就讓他失效了 然後我們 我在這邊呼籲各個學員 因為我們的 我們每個人 這只有24小時 兩個眼睛 那我希望大家回去的時候 好好的關心一下你的周遭 好好的關心一下這個社會 我們社會的人不能夠冷漠 冷漠下來的話 不能夠只管自己 我們必須要好好的 好好的來 來看看我們的鄰居 我們鄰居過得不好的話 我們要稍微 稍微幫助他一下 有一些不公益的地方 我們能夠幫忙 我們就盡量幫忙 當然要量力而為 小弟也是量力而為 我剛剛跟各位講 其實我是很害怕事情的人 那我手上就只有兩根旗子 又是那個 那個收訊之後 那個跟樓下的那個 那個我們那個 那個秘書處那邊買的 那我回去只好把它插上 送給他們插 請你們在需要正義的地方 插上這兩根旗子 插上那個美國國旗 跟美國軍事佔領旗 然後讓全台灣的人民看清楚 台灣的主權 根本不是在中華民國流亡政府的手上 根本不是 用這個地區 我們就可以印證說 在美國那邊是真的是 不是說我們那個林博士碰翁 不是他說他碰翁 他講的是正確的 美國是真正具有台澎的佔領權 我們這是用這個實際的行動 去跟他做檢驗 檢驗給大家看 這裡已經證明了 美國的那個國旗 那個跟那個美國軍事佔領旗的保護之下 中華民國流亡政權號稱獨立的 獨立運作的機關 他們號稱叫司法獨立 法院執行處也不敢動西拉雅族一草一木 甚至堂堂貴為中興大學第13屆校長 那蕭校長不要再講他的名字 他可能會翻臉 都必須要在7月21 以緊急下台的方式 找個台階下 為什麼要找台階下 因為換了校長 我可以講說我新任的校長 我不知道前任校長的政策是怎樣 我不執行也可以啊 那找台階 這邊有剛剛有剛剛 有剛剛跟各位講一下 回去一下可以幫我探聽一下 看你的同學是怎樣 當初是怎麼接的 為什麼會衝衝麻煩才八月一號才會接 才會接 才會接 李遠哲 請他回來了 這應該是在國外 我是聽說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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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 他在台灣 對對對 對 他吃八月一號才上來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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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所以喔 這邊會看出來 從7月21號到8月21號 長達11天的交接期 表示中心大學校長遇到美國國旗跟美國軍事佔領旗 要交接的東西很多 我這是我自己的形容 大家自己想為什麼會 為什麼要長達11天的交接期 兩根旗子就能夠讓法院的執行令撤回 就能夠讓堂堂大學的校長下台 就能夠讓原住民以和平的方式獲得生命財產的保障 甚至可以將本土台灣人救出66年來的政治煉獄 這政治煉獄是那個美國高等法院那邊 對我們目前台灣那個林博士的礦美案的一個註解 他是說台灣人真的很可憐 又不知道自己站起來組織政府 一直以來都是生活政治煉獄 讓我們在最需要正義的母親台灣土地上 插滿美國國旗跟美國軍事佔領旗 讓此來的正義加緊腳步 還給本土台灣人公道 這邊我要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目前手上就只有旗子 大家明天受訓完之後 會分裡面美國國旗 那個是美國那邊送的 那美國軍事佔領旗 那個是可能大家要自費 然後這是最和平 最理性 最直接 最有效的方式 最有效就好了 其實頭上都給我講的 為什麼要寫這麼多 我是希望大家不要再去拿著雞蛋 去浪對人家的雞蛋 那個雞也是很辛苦的 雞農也是很辛苦的 我是希望這樣子 大家不要再去做一些非理性的抗爭 我們如果用兩根旗子就能夠把這件事情處理好 我們就不要做任何 能夠會傷害到我們 或者是讓家裡面的家人 那個擔心的事情 這個就是他們法院的撤銷命令 他的撤銷命令還有一個玄機 大家看一下 他用一個罪數件 而且是專人專送 他是專人專送 23號趕快去把他阻止起來 因為我26號在那邊等他 8月23號趕快去把他撤銷回來 然後因為他聯絡很多人對不對 所以他8個單位要一一的去通知 8月23號同樣那一天 8個單位全部都跟他講好 不來猜的 不敢來猜的 他沒有寫說是為什麼 然後 我是希望大家 以後就是用理性的處理方式 在台灣最需要公益的地方 幫我們也打聽一下 然後我們自己也能夠做得到 差雞不敢中 甚至說我們插的美國國旗 好像也沒有犯什麼法 小弟把那個 昨天還去西拉那邊 分了30面國旗送給他們 當然不是美國送的 因為他們沒有來收訊 不像各位 大家都有這個意念 都有這個智慧 會來這邊收訊 他們沒有 有一些老人可能經濟比較困難 我就把他們 我就自己套了藥包 然後把他們 那個整個村子 送了30面給他們 希望他們能夠保護自己 也希望說大家 以後我們就是用這兩根旗子 目前可以處理的狀況 就是用這兩根旗子 就可以處理事情了 不用再浪費很多的社會資源這樣子 好那 因為時間的關係 簡單跟各位直接介紹到這裡 感謝大家 謝謝